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依 今天要來回答一位網友的提問 對於新手來說 一次三組中央是由重到輕還是由輕到重 其實我們應該把這個問題拆成 組跟次數來說 大家一定常常聽到幾組幾下 這個動作要做幾組 哪一組要做幾次 首先先讓我們搞懂 組跟次數是什麼 如何抓出適合自己的次數訓練 組跟次數的選擇 與你的目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讓我們先來學一個常用詞彙 RM RM 是英文 Reptation Maximum 的縮寫 意思是 最大重複次數 簡單來說 當你在練二頭的時候 你用10公斤拉了8下 已經再也舉不起第9下 那麼你的二頭彎舉8RM 就是10公斤 再簡單來說就是 這個重量你可以做幾下啦 接著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張圖表 1-4RM 對於力量型的選手 提升最大力量效果較好 通常適用於建立者或是健美者為了要突破 肌肥打在重量上的瓶頸會使用的RM 然而8-12RM在健身界較廣為大眾 屬於肌肥打 也就是健美者的訓練方式 本人我就是選擇這種方式為主要訓練 這邊要注意的是 訓練次數高過20RM 基本上對於肌肉的刺激強度會來的沒那麼好 其目的主要是為了雕塑指定肌群的外型 提高肌肉的質量 增強心肺等等 看到這裡大家應該就可以理解這就是為什麼 你不管再怎麼做伏地挺身 你的胸肌好像就卡在一個階段沒有辦法再變大了 你不增加負重降低RM數 你的胸肌是很難再增加肌肉量的 我自己的目標是健美型的體態 所以我選擇8-12RM 作為我一組訓練的次數 這樣大家會抓屬於自己的RM數了嗎 次數講完了接著我們來聊聊 主 通常我們會抓大肌群的訓練組數大約20組左右 像是胸背腿這些部位 小肌群像是2-3頭肩 則是10-12組左右 正沒有一定也沒有絕對 通常視情況而定常常會有變動 這邊只是提供一個大方向給大家做參考而已 以肩膀為例如果你今天練肩 把肩膀簡單分為 後速中速前速 三個部位三種姿勢 每個部位的正式組為4組 加起來就是12組 這邊提供我自己的訓練方式給大家做參考 假設我今天練肩飛鳥 那麼我抓15公斤4組 那麼一開始我會先用3公斤做一組暖身組 大約20下左右 目的是為了活動關節暖暖身 接著我會再用7公斤做一組適應組 目的是為了喚醒肩膀 讓他知道 欸你要開始工作囉 防止肌肉在還不夠熱的時候 突然的大重量導致拉傷 適應組不用太多下 大約5到6下就好 接著一樣再用10公斤13公斤 各做一組適應組 次數都不要多 5下左右就好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每天的身體狀況都不一樣 你上一次有辦法舉得起來 不代表這一次你就一定有辦法舉得起來 人會因為心情 飲食 睡眠 等等 各項因素 影響你的運動表現 所以你必須一層一層的去抓出你今天的正式組要用多重 貿然的就使用大重量 真的很容易導致你肌肉拉傷 所以一個部位我會軟身組加適應組做完 接著才是3到4組的正式組 正式組做完 我自己啦會再用大約一半的重量 去做一組20下左右的衝刺組 讓肌肉的衝血更完整 這樣大家會做到適合自己的組數跟次數了嗎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往後我每周會送傳我的健身經驗來跟大家聊聊 飲食訓練心態 健身該注意的事項 希望大家可以提升健身的三大要素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我覺得你的問題不錯 那麼我會像現在一樣 把它拍成影片分享給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或想看更多 就歡迎訂閱囉 我是健人該一 我們下次見 掰掰